他選擇了飛機 他看到了畫面 他要用的那個剎那 他記錄到的場合 或者是觀點 像剛剛那個象徵性的畫面 難道是客觀的嗎 他選擇焦距 修正一下 新聞攝影是主觀多於客觀的 他的客觀 一點點客觀是在於 他現場 是客觀的 現場是中立的 現場是任由 攝影記者去 採決的 攝影記者用他想像的畫面 或主觀的概念 去擷取 這個剎那 這個畫面的情緒性 是攝影記者 都是攝影記者玩的把戲 你不要 你不要被他的客觀說 怎麼可能是 主觀啊 客觀啊 因為他的新聞啊 拜託啊 你看了那麼多照片 每一張都是主 主觀 意思去主導 攝影記者去按判的嘛 對不對那個 時機的選擇 那個 那個鏡頭 欸 鏡頭現在不是有伸縮嗎 從二次到 兩把 兩把 我選擇 敲斷也是主觀的啊 最客觀的是什麼 錄影機 擺下去 一按 然後一直錄一直錄 對不對 像這樣是客觀的 也是主觀的啊 擺的位置 擺的位置也是主觀的 對 所以沒有 老實想 嚴格講起來 沒有客觀的 新聞照片 不 通通是主觀 每一個時機 每一個畫面 每一個主題 通通是主觀 可是 通通是主觀的 好處是什麼 你懂了之後 你可以選擇 要不要相信啊 對不對 就好像一個旗幟鮮明的報道 好 比如說聯合法 中國時報是很 很要人要的立場 我不看就好 不買就好 我管你 主觀 因為我知道你的立場 就是我不喜歡嘛 對不對 那你喜歡的話 你買啊 因為你不喜歡那個 自由時報 你的立場 跟自由時報不符 或者什麼 你就不買不看啊 不相信啊 對 那你買了 你就相信 你就相信 是最好選擇 所以 延伸閱讀是說 請問 紀錄片 要看 客觀的紀錄片 還是看主觀的紀錄片 要看主觀的紀錄片 主觀的紀錄片 是等於看電影一樣 現在全世界的紀錄片 已經發展成說 沒有人在拍很 想要假裝客觀的紀錄片 我要拍一個誰 然後很客觀 很中立 不要看 那個被騙了 因為他還是隱藏他的主觀 他假裝客觀 是要引民 那個入客 去想 所以紀錄片 現在 所有人 去看雙年戰 什麼 越好看的片子 越主觀 越有自己觀念 導演一開始可以說 我 我的觀點是什麼 我的觀點怎樣 那你收收 你消不消禁 你願認同 交給觀眾 一樣 所以電影最好看 因為他是創造性的 他法最真實 真實 真實掛到錢 真實掛到錢 這樣子 所以 但是 我們回到攝影本身 請問攝影是 玩死 攝影是機械性 在強調一件什麼事情 我們回到攝影本身 我們學那麼久 請問你 攝影最重要的 一個特性是什麼 攝影不是錄影 不是你像你這樣錄影 攝影最重要的特性是什麼 我講跟機械玩 跟他的一個特性 跟其他都不一樣 當下時間以前 在更裡面的一個 你已經很靠近了 有人覺得誰能夠說嗎 撒那 撒那是攝影 哈薩那一撒那 一百二十五分之一 五百分之一 那個撒那 選擇對不對 主觀譴責 撒那對不對 可是撒那的觀念是什麼 撒那的作用 在相機本身是什麼 他把什麼轉換成什麼 他把什麼東西凝結下來 時間 時間被凝結了 被你凝結了 被你相機凝結了 那空間呢 空間怎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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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立體的嗎 請問 裡面呢 三度變幾度 兩度 長官高三度變成什麼 長官 哇 你在扮演上帝 你把時間凝結下來 把空間改變 長官高加時間被吸引 對 但重點是 撒那的凝結 是你主觀的選擇 哇 攝影一學 南京就在你了解了 你終於搞清楚了 你在玩一個 凝結 時空 改變 長官高的 一個 遊戲 這個遊戲 是 很難的 但也很好玩 也沒有挑戰 這變成說 如果我們要勝任 我們剛剛講那個相真心畫面 你就手上那個相機 就要知道說那個凝結的瞬間 是很重要的 凝結瞬間太容易對不對 現在不是一按快門就可以 啪啪啪啪啪啪 機關槍 那個是產生不好照片 產生不了好照片 你要懂得一張一張觀察 一張按 因為你要選擇凝結的瞬間 讓那個瞬間產生裡面的 內涵 所以你這個是要靠鍛鍊 要靠眼光 要靠發現 要靠你的影像的解讀跟表現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不只在講新聞攝影 新聞攝影的記者 是經過每天每天鍛鍊 每天每天在練習 凝結那個單張的畫面 那個瞬間的內涵 比如說這張剪影 我們要看 這張很容易 這張剪影 這個條件 它是一個道理 剪影的一個畫面 可是它也是在追求一種像聲器 它把空間做了改變 可是它在拍的時候 它用剪影 來表現這個老年的獨特狀態 失去記憶的晚年嗎 對不對 失去記憶的晚年 靠剪影來表現 請問 你覺得它表現得好不好 這個憧憬 它用這樣的表現 為什麼是表現得很好 你說說說看 一個通風道理 就發生什麼事 但是實際上 還不是很難 對 但是它在意義上面 你能夠給我一個感受 所以這張照片的感覺是怎樣 孤獨感 然後 那些 還有誰可以說 空虎 空虎還有呢 它一直被框在那個鐵 耶 就是 你看這個鐵條 就是方便的現實 整個都 對 OK 還有還有還有 假正說 我看不到它的臉 看不到它的臉 剛好 可以凸顯什麼 邊臉 蛤 邊臉 不是 看不到它的臉 剛好可以凸顯什麼 蛤 YES 它就代表所有孤獨老人 你看到臉的反而不值得 只能代表它一個人喔 這就是象徵性 這就是你說的很棒的 你說的很棒 看不到臉的剪影 在這個場合它有倒影 倒影它強調了兩次孤獨 它的影子竟然是孤獨兩次 為什麼 因為它有鐵窗 它一個人這樣 要是我 我會拍的更深刻 我要讓那個老人剛好這樣 頭垂下來 我要更強調那個孤獨感 跟那個無力感 這我認為這張還不是100分 我認為它只有90分 我可以讓它拍100分 我 但是你也可以 因為你現在懂的 好嗎 就是說 我現在在講這東西的時候 我這兩天色彩眼淚 你會發現我現在 恐怖橫飛 眼睛發亮有沒有 我在講攝影 就要有這個熱情 因為我們知道 好的照片 是可以拍得到 但是你要有辦法 有這個欣賞能力 你一定可以拍好照片 我相信 OK 象徵性的照片 這裡就有兩張喔 這一張更難 這一張比較容易 還有什麼象徵性的照片 其他都不是很難 其他 像這一張鞋子 是導演的 這張照片是導演的 導演照片 可不可以 可以的 因為它是 主觀客觀的東西 它 你看得出來它導演嗎 對 燈光 這裡是 配合好的 叫它說 你上來的時候 我會打燈 然後你要看旁邊 不要看 然後 這兩個在那邊待命 好 我說一二三的時候 你們兩個往下降 然後從水裡頭跑出來 這就是導演的 這叫擺拍 擺拍 為什麼可以得到這個 因為那時候 我剛好想奧運 然後那個情緒 或者是整個東西是講 然後那個畫面又有簡潔有力等等 等等 行車 它在比賽裡面 會打敗其他的畫面 那我必須回到比賽的角度 來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比賽是不是公平的 OK 比賽有沒有辦法 真的篩選出好的照片 我跟你講 不一定公平 因為我參加過很多評審 我都很近 評審他們通常選單數 五個七個九個 那很有可能在初選 複選決選的過程 尤其在前面兩輪 照片量很大的情況下 第一個會漏掉 第二個那個多數決 會讓真的好的照片 會遺漏 第三 有的評審的主觀意識偏好 或者是他的素養都有關係 會讓 好的 我有的時候 在一個比賽的時候 會鼓掌難明 鼓掌難明就是說 我的意見不見得會被採納 但是你又不能去打他說 你為什麼 有的真的碰到不懂攝影的人 你知道嗎 然後在 然後他會影響別人說 我們這好朋友 你跟我一起 把那一張幹掉 我覺得 蕭老師 不會選照片 那 我就很委屈啊 因為 我覺得 我很懂照片 我看過照片 我會拍 又會看 我選照片 我的眼睛是立的 因為我是 圖片編輯出身的 一天到晚看照片 我又有美術素養 我住過巴黎 住過紐約 靠腰 我什麼照片沒看過 對不對 我什麼藝術展沒看過 我自己又那麼用功 對不對 我自己又是當老師 我自己又會拍 有誰 評審到第一名 選錯照片 我當場就知道 我開始 警戒他了 評審在 在第一輪第二輪 我就發現他不會選照片的時候 我就會站在他旁邊 我就會說 那一張 不夠好 因為他怎樣 然後他就會知道說 旁邊有個行家 他要躲我遠一點 OK 我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為什麼 當我選出的照片 我認為非常棒的攝影師 要得到第一名 尤其是台北新人獎的時候 我幹的事情是什麼 新人獎得 他照片的 那個評審過程是 我們不會看到作者的 當他得到第一名 是十字名歸的時候 我會去要他的電話 我第一個就打給他 恭喜他 就說 我們 把你選出 這一年的新人獎 恭喜你 然後 可是你有一個缺點 我看出來 你再加強 他會嚇一跳跳 我怎麼會有這樣的老師 我甚至有一年 台中商專 攝影社社長 叫我廖慶生 他得到台北新人攝影獎 他是完全不是科班的 他打敗科班 藝術學院 得到精人獎第一名 我非常欣賞他 我跟他說 你有很多東西 我要當面跟你講 你明天有沒有空 他說有 我車就下去 然後就要那邊高鐵 我請他示範 跟他講說 我在 你的照片裡面 看到什麼潛力 看到什麼樣特質 看到什麼特點 看到什麼優點 看到什麼缺點 嚇死他了 我是這種人 我是鼓勵 攝影後進 不予一利的 我在攝影界 民生非常好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是 不貪不娶 然後拼命分享 因為攝影對我來講 是一個 深刻的愛好 喔